阿 大家好 我是火球 恩 恩 今天要來幫小蘭裝一下行車記錄器啦 那行車記錄器那時候有 來這個 邊充邊路的裝置嘛 然後它有附一些底座什麼的 那時候我們是買安全帽配件 所以它的配件是裝在安全帽上面的 不過它原廠附的配件其實就有一些底座了 那我們趕快直接把它擬在大概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兼具美觀與實用的地方啦 因為邊充邊路格它的線會從左邊出來 那如果你裝在這邊的話它有可能會 線會卡到手啊 會不舒服 所以我邊充具裝在這裡 那也可以裝在前面啦 不過我覺得裝在烤漆殼上面實在太醜了 那就沒關係吧 那我們就來裝吧 好啦 各位 那這就是它送的底座 不過它底座沒有黏膠 這一塊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黏膠 那我們打算用這一塊 所以我們就先用 把它上膠吧 先用沾濕的衛生紙把它擦乾淨 然後再用乾的地方再把它擦乾一點 然後它有送這個膠啦 它有附這個膠 那這個膠就是黏在後面 然後再黏在車上就可以了 就蠻簡單的 不過就是重點就是要把灰塵擦掉 要不然它黏著力會下降 好 那就是把這個有沒有 這3M的膠直接整個黏上去就可以了 不知道怎麼它有點太大的感覺 那我來看一下喔 好吧 各位看它的那個這個膠是 給這種大片的用的 那它的size是跟它一樣的 那沒關係我之前有買這種雙面膠也是3M的 那就直接把背後黏滿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省下一個膠 這樣才不用測去去剪那個大片的膠啦 好吧 那就來比照一下 等我剪好再回來 唷 好了各位我把它切成差不多這個形狀 那稍微檢查一下 剪得有點醜啊就沒關係啊 有點醜也沒差反正能用就好 那就是先把這一面就把它黏上去之後 先把它黏上去吧 黏到這個底座上面 好啦底座差不多就這樣黏好做好了 那再來就是把它黏到車上去吧 那黏到車上去之前也是跟剛剛一樣 要先把殼的地方插亮 然後再用乾淨的插裡面 不要黏灰塵 黏灰塵就會變得比較不黏 好啦各位因為黏上去之後就不能反悔了 所以全部的事情都要在這個時間點全部測試好 像是裝上去之後會不會造到車子之類的 那看上去是完全沒有造到車子的痕跡啊 只有一點點而已 那角度也還算OK 那這樣就差不多可以黏上去了 那一定要確定好啊 因為機會只有一次啊 你每黏好你下次它的黏力一定會大不如前啊 所以你就要這樣固定好 然後找個對一點的地方 對一點的角度就可以把它撕開黏上去了 剛剛考論了很久啊 然後也去那個路上實際測試了一下 當然因為它的廣角實在是真的很廣 所以基本上已經超出人類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範圍 就是你在騎車的時候你看不到那麼廣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裝在這邊廣角還是很夠用的 還是就是非常夠用 所以我們就打算直接裝在這裡就好 那裝在這裡也有各種考量 像是這個轉出來的時候會不會卡到啊 像是這個啊有沒有 那個轉出來的時候啊不能卡到 不能卡到後道具嘛對不對 那差不多就黏在這個位置這樣就可以了 好吧那我們就把它黏上去吧 希望可以成功啊一次成功拜託 因為只能成功一次而已 好啦各位那就把這個撕掉 可以黏上去囉 那看來這個膠是有一點 會翹一點點起來啦 不過應該沒關係啦 應該有80%都有貼出應該就很固固了 那這個膠建議放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再用啦停上去之後 那我們現在把攝影機加上去看看吧 攝影機攝影機 那因為這個實在是太矮啦 所以我們又加了一小段 的那個支架上去 然後讓它可以高一點 這樣應該可以 角度可以比較好一點啦 因為一般裝後照鏡都會到大概這麼高吧 啊這個只有這麼高而已 好那就打開 嗯蠻正的應該是沒問題 好啦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那它原本有點弧度 所以會有點小小歪歪的 不過因為這個是廣角管理 所以基本上都還夠用 很好用那基本上配件的地方也都 都可以都穩穩的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拆掉 再來就是因為它是快拆扣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掉 然後這樣就拆起來了 那這個就是它的底座 底座就長這樣一刻在這邊 雖然是有點醜啦 不過行車記錄器嘛 安全為上 那我也不想鎖在後照鏡上面 因為後照鏡上面太晃了 那看直接鎖在車上面 可不可以好一點 好吧 那這樣子我們的行車記錄器就安裝好啦 那再來就是安裝它的配套的 邊充邊入殼啦 這就是架構的邊充邊入殼 對沒錯因為那時候就想過要這樣黏了 所以又加夠了邊充邊入殼 那就打開了吧 裡面就是一個邊充邊入殼的系統 跟又多了一個底座啦 那我們這邊底座已經多到爆炸了 那邊充邊入殼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用不到塞回去 這是底座啦 那這邊充邊入殼應該就是 要先把機器放到殼子裡面吧 欸這個殼子跟那個長的不一樣 它是比較只有一段式的 它那個是兩段式的 我覺得兩段式的會比較安全 不過一段式的就開起來方便嘛 它就塞進去 然後蓋起來 扣上去 然後這樣邊充邊入殼就設置網程 那這個地方就 要把它打開 那至於這個要怎麼開呢 我也不知道欸 我看來我可能要找方法把它打開啊 等我一下我去拿個螺絲起子 各位我找了一個大隻的螺絲起子 把它打開吧 應該是轉 轉這邊開 對轉這邊開 那它就直接接到裡面有一個 Micro USB的插座 就是一般的手機的充電插座啦 那它有附這條防水線跟這個 一般的這個 那就先把這個線打開吧 它這個線其實蠻長的啦 所以我覺得你用好你車子的適當長度之後 可以把它綁回去 這樣就可以不用那麼長 那就把這個插座線有沒有 直接插進去 有了當然就可以邊充邊入了 太棒了 那假如要防水的話 就要把這個蓋回去 這一個 這個線 欸這個 這個它是專用設計接頭 那因為它是防水 所以還蠻緊的 那就要把它這樣蓋上去喔 蓋上去之後再把它鎖緊 用手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是完全防水的邊充邊入狀態 那就可以把它架上去啊 然後 這個線就可以接在這個原廠的坐沖 G61原廠是有送坐沖的 所以它可以 有這個原廠坐沖 就可以直接插進去就可以用了 好吧 那我先把全部東西都裝起來 再來看一下整體的表現吧 我已經整個把它裝上去看看啦 那裝上去之後 其實它還蠻大一整顆的 那這一顆就是本體嘛 那還有它的防水殼 那還有它的這個 防水的邊充邊路線下來 然後一直接到這個USB的地方 那基本上這個是完全防水啦 但是我有一個建議就是 還是盡量不要在下雨天用啦 除非真的是逼不得已 盡量不要用這個防水系統 那這防水系統 你可以直接丟在車廂裡面 那真的需要用的時候再用就好 那一般還是建議裸機充殼 裸機就好了 一般建議白天可以用啦 那真的要那個 真的要下雨的時候 建議還是把這個拔掉 然後換成剛剛那個防水殼鎖上去 這樣子防水效果還是會比較好的 那再來就是來測試 實際開機畫面啦 那我來測試一下齁 那基本上它有車載模式啊 但是我沒有調 那應該是沒關係 我就先開我的電門 有沒有它接電了 它自動開機了 然後就發動 那這應該是穩穩的 沒有問題啊 有沒有在充電了 然後就開機 好按錄影 好錄影模式了 錄影模式了 那這個角度應該都可以 充電也是充電中 邊充邊入沒有問題 那大概這樣子吧 那你不想充電的話 你就直接把下面這個USB拔掉就好了 這樣拔掉 它就沒充電了 然後就關機了 那再開機就可以了 那這大概就是 一般的行車記錄器的 邊充邊入模式啊 那大概就這樣吧 那還蠻正的 不過 如果是單純行車記錄器的功能的話 這樣就已經可以用了 好啦各位 那這次的 裝這個 簡單來裝上G61的 這個行車記錄器時間 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那其實最好的位置 當然是前面這裡啊 前面這裡也是正中間嘛 那廣角出去也是 更廣更好 但是中間這裡其實還蠻稠的 我覺得 所以我不喜歡這邊有一塊黑色的啦 所以我就擇中裝在這裡 那裝在這邊 會卡到線 線會卡到後告機 然後也會卡到一些按鈕 不過我覺得不太好 那卡到儀錶板應該是還好 卡到儀錶板就是 偶爾看不到數字而已 但實際上還是差不多讀得出來啦 所以我就決定 大概裝在這邊是最好的 那這邊距離也有算過 就是 這邊要翻得出來 那這個 焦量大概只有80% 有正確的黏在殼上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夠用的啦 那差不多就長這樣子啦 不過因為 其實我還是不建議 這個編充編錄殼在下雨天的時候用 就下雨天的時候 你就還是把它拔掉 把USB拔掉 把它換上蓋子 或者是你就這樣子 然後把USB拔掉就好 因為下雨天的時候 還是不建議啦 還是不建議 真的是不建議用編充編錄殼的功能 那基本上你直接抓在車格上面 其實也是很跳啦 不過還是比後照鏡好很多 好不好 好不好 那這次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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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